到音樂廳 欣賞交響樂 很稀鬆平常 可是70人編製的台北愛樂少年樂團 最近跑去了高鐵台中站的大廳演出 他們演奏莫札特 還有望春風 丟丟黨等 現場吸引了很多旅客異想世界 全程參與 記錄這場音樂旅行 差不多收一下 拿起精神 準備 好 都下車了沒 有沒有看到大家都下車了沒 不然他自己去高雄讀奏會了 結果我們走出音樂廳 一切就以輕鬆為主 像我們今天的服裝 就不是正式的演出服裝 就是帶著樂趣來旅行這樣子 過來一點點 大提琴可以出來一點點 這樣太緊 太出來一點點 我們要適應一下 我們看這邊的音響怎麼樣 低音部的都可以再大一點點 因為這種地方 低音部會比較不容易出來 OK 好 再一次 再大聲一點點 這個不是在音樂廳 音樂廳有那個反響 所以你沒有的話 你要再多一點點 不能大概方圓五公尺 就沒聲音了 好不好 再一次 再大一點 再大一點 他的回音比較小 而且就是他音很快就會散出去 不過像音樂廳說 他會有一些回音之類的 好 OK 聽得到彼此嗎 如果聽不到的話 你們用眼神互相好不好 眼神互相 你們最後的聽得到 小提琴嗎 聽得到 OK 可以聽得到 剛剛我在彩排的時候 一直在問他們 他們最後面 你會不會聽到對方的聲音 因為聽很重要 音樂不是只有表現出來而已 拉每個人都會 可是一個團體裡面 是要怎麼一個統一的速度 是統一的音準 或統一的詮釋方法 那時候全部都要靠聽過來 那這邊是一個非常好的 讓他們訓練的 因為他們普通 以為聽得到的時候 今天聽不到的時候 他們反而那個注意力 非常的集中 我覺得這是非常不錯的 我就後來想想 我自己剛才 因為我看大家都很小聲 所以我自己也 也不敢拉太大聲 所以我自己也說不要怕 所以我也 我也跟自己翻行 有時候人家在坐車的時候都是那種來去衝衝的 他們有時候會有一些心事或者是怎麼樣 他在思考一些事情 但是突然之間 會有一個意想不到音樂 就串進來的時候 我覺得那種生活上的對話跟衝擊 我就覺得就是很有趣 所以我們這次選擇了很多的事 都是比較著重於輕鬆有趣的那種曲目 我剛開始是經過 然後被他們吸引過來的 很棒 因為曲目都很常聽到 就很熟悉的感覺 在表演上就很親密 而且是小朋友比較有心靈 小朋友做這樣的表演會 讓他們很驚豔 我覺得滿新奇的 因為很難得有一次是沒有在音樂廳表演 有直接在一個很多人的地方 然後替表演給他們聽 給這些領客的 因為在音樂廳都是一些親朋好友 然後在高鐵站都是一些外面的民眾 然後可能沒有接觸過古典音樂 可以讓他們享受到古典音樂的美好 就讓他們接觸到古典音樂 我覺得小朋友是這樣子 他在家裡獨自拉琴 跟大家一起出來 一起出來 又是在這個地方 一起做這個音樂的時候 我覺得 那個就是 我覺得一輩子都不會忘記的 尤其我說 台中高鐵站 在高鐵站演出的 大概很少音樂家 能夠這樣直接走出來 台北愛樂少年樂團 祝大家 新春愉快 我們來找到大陸